各位觀眾,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股壇事件 兩位,一個星期很快就過了 香港,今個星期應該很開心 因為我們取得了三面奧運獎牌 但香港的投資者,可能心情會差一點 一個星期之後,上個星期我都提到 教育股有些問題出現了 股市竟然跌得非常之快和非常多 我先問浩德 浩德,這星期司機有甚麼部署,會否避開大跌市 上星期五開始,有個新聞在市場上有些震盪 關於其中一個行業,教育板塊、校外培訓、補習班 有些行業措施,令到相關股票大跌 進而引起大家有些擔心 在整個投資環境內 不同行業,會否有新的政策方向 令到變數比較大,直接影響到很多行業的經營 以及相關的估值 這幾天,引發震盪不小 指數的跌幅,基本上都很全面 成交差不多達到三千多億 大家都比較慘 跌市大成交,通常大家都比較害怕 跌得比較多 都是一些投資者,覺得未來的政策相關度比較高 整體來說 今季拜有一兩天,跌得有差的時間 跌到人民幣,也有少許走弱 其中一個,大家很擔心 會否引發投資者,大規模 骨牌效應 對,骨牌效應 風險提升的情況下 大家覺得風險太大 匯報要更加高,所以股值會有下降 這個禮拜,出現了一個比較少有 一個挺悲觀的情況 而私基金,最主要是 因為之前相關的政策風險比較高的行業 其實我們都比較小點 即使平台經濟,我們去年也看得比較好 今年其實逐步減遲一點 而反過來,無論是政策方向之下 大家都可能去配合一下形勢 由過往靠資本模式,靠創新 而現在大家可能流入,國策上有一定的生存空間 高端製造,包括炭中和、光伏、風電、新能源、半導體 我們之前說過,社區務實一點 不是商業模式 不是靠壟斷去換取盈利 而是國家希望多些製造 多些有實特顯現的行業 你見到,今個星期 資金的流動,都是有這樣的傾向 我們稍後再講一講,實質上的私基金操作 詩先生,這星期,社交媒體都見到很多關於你的文章的轉發 因為你寫了兩篇文章 都是評論,教育政策的改變 是對投資者的影響 這個股壇事件是你真正自己的頻道 會否跟我們的觀眾說,其實你的看法是怎樣的 其實,可以分開對實際教培產業的看法 然後再講,政府延管產生的後果 兩件事,我分開來看 如果提及教培產業,是否需要管理 其實內地已經提及了很久 連習近平也曾經提及過 不過,之前沒有在股市上出現太大的波動 我基本上都贊成,對教培產業有一定的管制 最主要就是,教育的目標 從學知識,學在社會裏面,如何做人的角度 變成單一化 就是如何考試,取得更高分 香港也是這樣的情況 我自己不算很認同這種做法 我的小朋友,是小女兒後期 跟著人們一起,去哪間補習學校 要補習學校 我覺得,不應該這麼多人,都需要補習 我們小時候,讀書,在學校,讀研究 我看見那些去補習學校,基本上,學校被取得出來,要讀書的答案 筆記精華,比實際上去學知識更多 我都不認同這個風氣 我的女兒,我跟她說 你去幫人補習,得益多於你去那些地方補習 我們小時候,幫人補習,賺點外快 我覺得幫人補習,很有用 對我表達能力,形式問題 都很有好處 教學相像 這種扭曲教育目的的做法,我都認為不應該鼓勵 因為現在不是小部份人 而差不多是,成為社會風氣 還有,你有機會去校外,再去訓練考試技巧的人 有機會去到學校 這種做法,會對中國階梯的流動,沒有好處 有錢的,可以買到校區房 有錢的,可以去補習 日島好學校,普通農村出來的窮家子弟 政府給了免費教育 但是,免費教育不足 造成對他們的不公平競爭 所以,我認為政府關注這件事 想去處理這件事,是沒有錯的 問題是 所以,手術手術,好像太急切 你真的做手術 事前,都要找多幾個醫生,看清楚甚麼事 哪個時間,開刀最好 開刀都要打麻醉真 所以,來得比較闖絕突然 而且,一來不是說,你不要做哪些地方 你不要做哪些地方 根本上,你們這類型產業 你不要做謀利機構 做NGO 這是人家成立的時候 一早說明,是謀利機構上市 招股,小股民做投資 按照公司的方針,公司的策略 公司的前景,是謀利機構前景去投資 一下子就說,以後不要擲資 行業已經發展了十多二十年 對普通投資者,對實際營運者 都是很大的打擊 當然,現在中國政府似乎覺得 股市的上落,是數字遊戲 最重要的是實體經濟 至於實體經濟,我認為是不妥的 切掉它,它失敗了,對社會有好處 這個純粹從教育的角度去看 但是,你作為一個國家推出的政策 對投資者,對其他已經在住營運的人 會產生甚麼影響 其實是不可以不考慮的 如果像這次一樣 很多投資者,都一時惡然 原來不可以做謀利機構 之前明明是謀利機構 如果要作出這麼大的改變 其實你一個要部署 另外對受影響的人 要有一定的賠償 我覺得應該是一種,你以前讓他自己搞的 你以後說,你不要搞這些 搞我,要你搞那些 你要別人搞你,賦予他的使命 你收購回來,你要做甚麼都可以 你將它國有化 所以,國內的效率實在太快了 可能大家都預計不到,可以快到一個地步 一日之內,已經可以改變 這個改變,可能很多投資者都比較惡然 很多人都關心,外資的投資者會否因為這件事 而令他們對中國投資,或中國公司的投入 未來是有少許戒心 投資者,最主要是看風險和回報 現在,大家最擔心 教育板塊,校外培訓的整頓或改變 其實是單一事件 只是一個比較大規模的政策方向的變換 有些人擔心國進民退 或者國家指導方向,優於私人企業的盈利 大家比較關心這件事 這段時間,未有一個很清楚的答案 當然,大家都是先沽為徑 市場行為比較短暫 看不通就購買了 這個星期,市場比較差的時間 相關國內監管部門 中正監管部門約談股票的市場參與者 希望平復一下 安撫一下大家的波動心情 相關教育行業整頓 都是針對性,不是全 Meanda 內 %. 因為一半月的演出行業 어가一樣遮捕,希望讓大家比較悲觀的情緒 中國選舉加入壹opf 正如先提出,亦大家已看返報 會看得比較淡 詩先生,你會擔心投資者會對股市更加謹慎? 不是擔不擔心 基本上,投資者已經有行為表現 對出現這些問題,是有顧忌 覺得不可測勝太多 投資者,如果市場有預估能力,他才願意去 現在,無法預估 另外,他擔心 實際上,不只是發生在教育產業 在互聯網產業,亦受到影響 將來政府重視製造業、實體經濟 多於重視金融經濟、服務行業 問題是,擺位將來是怎樣 大家對政府在這方面的定位不清晰 政府應該出來講清楚 例如,服務業都有社會功能 金融行業,亦有社會功能 如果你說,金融行業代表資本主義 我們就是社會主義,將來不要金融業 這是很大的事 做法影響大 但實際上,即使現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公司基本上都是股份制 亦有私人公司、上市公司 亦有創業版、新創版 都是提供渠道 給企業,在市場上集資去授生意 如果市場上可以提供資金 給一些初創企業 或者一些有扣司,但沒有資金的人去工作 經濟會發展得快 讓人們逐些儲存後才去工作 所以,即使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 都要有一定的金融業 不過,金融業的運作 可能與西方的金融業有區別 現在,中國很明顯是想搞 與西方有不同的金融業 你搞的時候 都要讓大家知道,你打算怎樣搞 現在就是大家知道 都不算很清楚 我覺得,要平復市民的心態 只是安撫不夠 你要有相對清晰的政策 政策,要與理論基礎 與社會主義 你自己建立到一定的關係 大家知道 這些信仰,是你的基礎 不會輕易改變 現在就未搞清楚 方針很重要 內地的文章都說 由虛入實 中國可能想更加像 德國 比較高水平的製造業 香港有什麼版塊 即是股票版塊 符合內地的方針或方向 而C基金是考慮的 即是已經賣了 大方向就是 尤其是一些過往依靠 國外輸入比較多的行業 現在大方向就是希望自主 最明顯大家看到 就是硬件科技 譬如,人家制裁你 通常都是美國 其實都不是 因為美國只是指揮 歐洲、日本、其他國家 其實都是顧忌於美國的霸道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一聲另下 都是阻滯的東西都比較多 硬件科技 你見到 過去兩年大家看到的缺口 所以,今年國內已經很明顯 要做第三代的半導體 所以你見到近期 即使大跌市當中 其實資金就是去的 香港當然就是 大家聽過中心、華雄 接下來下個月會被人制裁一次 但國內有很多 功率半導體 尤其是我們自己看的比較好 是國內有能力 能夠做得到 因為最高製程的半導體 大家知道 台積電等等 始終我們中國大陸發展 是後起的 雖然我們追得很快 但如果直接在最高端爭取 即是電話 裡面用的半導體、芯片 當然要求又到 但國內現在,因為製造業整體很大 其實有很多 新能源車、工業產品、家電 現在用的電功率相關 其實這個需求很大的情況下 我們國內現有的技術能夠支撐到 所以形成了 我們現在國內的半導體 都是一直追趕 這個對於投資來講 其實是好的機遇 雖然整體是辛苦 但也令到這些行業會好些 之前我們和先生說過 炭中和、新能源車 這些全部都是因為 我們在中國大陸的產業鏈 是夠強 而且需求亦到達到 剛才說過,大家沽了一些新經濟、平台經濟等等 這些行業 但又流向一些實體一些新的製造業 甚至乎,汽車也是一個 國內也有提及過 下半年,這個汽車行業等等 其實資金亦跟政策走向 這段時間有一點趨吉比空 問題是原材料 原材料股近期的走勢 都似乎逆市 沒有一點跌 甚至乎個別升 你怎樣看原材料股 如果剛才的製造業在內地更加大規模投資 會否對原材料有幫助 原材料上游有很多不同類 從股民角度來看 部份做得比較好的商品股 反而不是銅、金、一類傳統大的商品 其實他們都比較穩定 但你見到做得比較好的 跟我們剛才提及的關係 做得好的原材料是鋁電上游 稀土 甚至乎部份是新能源車用到的菇 那一類商品或 commodity 其實做得比較好 由於整個行業發展 新能源車等 拉動了產業的需求 由於短期的供求 不會提升得那麼快 所以那些商品做得比較好 這段時間 五、六、七月 一般商品的分化比較嚴重 銅是同博士 很多商品有領先指標 其實它不算很大的突破 但由於很多新能源或新製造業 相關所產生的需求 拉動了部份商品 價錢升得比較急 剛才很多商品提到 晶片是受到制裁 講起制裁 今週有一個新聞 就是 盈副基金最大的ETF 可能因為制裁關係 未來不會接受美國投資者的投資 先生,你認為制裁問題 會否長期困擾香港金融市場 美國要制約中國崛起 當然會利用制裁作為一種工具 美國現在不可能一刀切 將所有制裁都加諸於中國身上 因為一次過制裁,對美國也會造成傷害 所以,他們會準備好一些,又切一刀 準備好一些,又切一刀 所以,未來都不斷陸續有來 會困擾市場 但亦都要視乎中國的承擔能力 例如,之前貿易戰,很明顯 美國出了很重的手 最後,美國自己也承認,解決不了問題 還傷害了美國消費者 最後,結果如何呢 都要看實際效果 有可能人大會修改基本法 令到制裁法在香港,都會生效 如果到時會出現的情況,美國有要求制裁 中國有要求制裁 香港金融機構會比較難選擇 過去幾個月,都出現了 制裁相關人士的時間 究竟如何處理 參考經驗 香港銀行,根據地埔或營商 都是中國、香港的部分 當然,要跟回香港的指示 看哪邊生意多 譬如,銀行制裁很多 特首都沒有薪金出 銀行戶口不可以給你用 現在,不只美資銀行要聽話 中資銀行,可能現在仍在跟隨美國要求 將來立法,制裁香港官員 或是香港親中人士的行為 如果跟隨美國這樣做 當你是通外 或是違背國家的政策 或是犯了反制裁法 那間銀行,就要取捨 根據中國要求,美國會怎樣做 都會試試試看 如果所有在美國的生意,不要做 美國還叫所有在歐洲、日本、澳洲 聽美國之敵的地方 你都不要做 那邊的生意,比香港更大 我就不做香港生意 那邊雖然一大片 都不夠香港一點 那邊賺到利用多 他們便放棄那邊做香港 這個對企業有影響 但也可能制裁完美國 一隻眼開隻眼閉,沒有第二步出來 這個要到時才知道 所以香港情況,都比較複雜 尤其是金融股 都要聽回好德說多些 在政策方針之下 究竟有甚麼辦法 大家可以避開一些打壓 買一些政策方向正確的公司 我們今日的時間到這裏 如果大家對C基金有興趣 可以去我們的網頁 或是Youtube頻道 看多些我們的資訊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